中文字幕編曲 李宗盛 阿茲你看,店鋪將食物拍得很美,很好吃 我們可否把店鋪拿到我們餐廳裏做宣傳 不可以的,你這樣拿到別人的智力創作成果,是違法的 違法,但它都發在IG、Facebook公開了 它這樣公開豈不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意思嗎 就算作者將它的作品放在網上 都不代表可以隨便拿去用 根據澳門現行法律 著作權的認可不除缺於登記、存放 或者辦理任何手續 受著作權或者相關權保護的任何作品 無論它們以任何方式發表 只要保護期限未解滿都應受到保護 在使用或者分享這些作品之前 我們應該取得權利人的許可 即是授權或者權利轉讓 這樣才可以用的 什麼都要取得授權許可的話 我平時上網分享別人的東西 隨時都犯法 是不是犯法呢 其實要看它的具體的使用方式 或者來源 有些網站是會有通用許可 即是使用者無需經過特定的途徑 可以直接使用 例如用在非商業用途上面 但未經授權使用的話 有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 即是我平時偷張圖、偷段片 我都要用刑事罪嗎 是的 我們在網上下載資訊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取得權利人的許可 或者同意 否則就要承擔法律責任 作出侵犯著作權的行為 除了會受到侵害人的民事索償之外 還有可能會受到行政處罰 例如罰款 嚴重的 甚至會被處以徒刑或者罰金 哇 原來可以這麼嚴重的 我都是自己刑算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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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